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 Akiyo & Nia Channel 我是Akiyo 我是Nia 很开心今天又是关于你的单元了 对 没有错 今天的嘉宾有谁 这位嘉宾他是从五岁就开始出道了 对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最近拍了一部新作品 对 剃头刀 大家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吧 OK 我们欢迎 高一 我刚才在旁边听到你们讲 他很厉害 我听到他有咩 有 这样我们新作品真的很厉害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这个事情 叫我演戏的话 真是很难 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小时候 没有啦 就我们都是童年啦 就是说我以前 你不是比我大吗 92 92 从同年啊 他就是硬要讲他自己年轻 你就是之前认识他 是他那个老师嫁老大 是 那个时候我15岁 13年前的事情 我是那一部戏认识你的 就知道你是谁 过后他们就讲是马来西亚演员来的 嗯 是 是 是 然后我就讲说 欸 马来西亚有这样厉害的演员 那时候我又是15岁罢了 更多厉害 我跟你讲 其实那套戏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以为我是 Audition去的吗 因为之前我有拍电视剧 可是所有的那些电视剧都是 不是大的作品嘛 然后他们以为我是Audition 拿到老师嫁老大那角色 哦 其实 Audition的时候不是我 是Audition我弟弟 我弟弟也有拍戏的 哦 是啊 怎么讲 哇 梁志强来马来西亚 呃 做Audition 他要看演员 嗯 我想我去看明星哦 然后我就跟我弟弟去 我第一跑进去Audition 嗯 然后我在那边看 嗯 梁岛就看到我 他讲 哎哥 来来来 进来进来 我就进去哦 我刚好跟他女儿童年 他就觉得很有亲切感 他就问我 喂 小妹妹你会演戏啊 我就说 不会啦 他不会 然后他就叫我坐在那边演哦 我去演给他看 他讲演很凶 然后我就演很凶哦 演酷 当时你是没有搜寻过吗 也没有自己特地去练习 所以我觉得当下 从来没有 他还是有那个真副的演戏 ok咯 你这样讲就ok咯 你们也可以演戏的 你们可以把一个气氛 弄得很不尴尬 我不可以 我是 我feel到什么 我就演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差别 你们是entertain的 我不是的 我是自己feel什么 是做什么 高一是从五岁就开始出道吗 你是怎样被人家相中的 小的时候不敢上台的 我怕的 我也没有这样激扎 这样的话讲 第一个孩子嘛 我爸就讲 哎 小孩子不可以这样子 以后长大 不成大气 然后他就教我去参加 现在也有的那种 kid's catwalk show 上台你上台几率多 你就敢讲话 这是我爸爸的idea 我就上台 四五岁的时候 我以前头发短短的 刘海眼睛大大 然后有酒窝 他们讲 哎 这个女孩子很cute 要不要拍广告 然后我们就讲 哦 OK咯 试下咯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广告我还记得 我们有一个线 我们要做表情的嘛 我的介绍线是 嗨 我叫Koi 我五岁了 我喜欢在世界上做所有的事 我愿意参加 就是这种表情 他们喜欢 他们觉得你可以演 所以有人向中我去拍广告 去拍广告 拍拍下 就拍HVD的电视剧 然后就一直拍拍拍拍 拍到15岁就拍电影了 有那个缘分 我觉得是缘分 我觉得我们在这一行 Yes 你是真的是要有技巧 你真的是要有你的talent 那些是自己准备的 可是有一些是天时地利人和的 嗯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如果你真的是很想演戏 还是很想进入这一行 你试了很多次 如果真的你觉得 天没有给你那个机会的话 你就可以try其他东西 过后再回来 对对对 现在也是很多人 年轻人也是想要当艺人嘛 那你觉得 try多少年才 比如说我跟你讲三年 我没有觉得是一个对是错 我觉得你应该给你自己一个time frame 我可以给我自己三年 五年七年都没有错 可是你应该明白 这一行 因为不是你多么努力 你努力多少都好 机会不是你自己给自己 你可以准备好 可是机会是人家给你的 这是我们这一行的一个特质来的 就是被选 对 可能就选择太多了 所以你可以跟你自己讲 给我自己三年 五年 七年 自己给自己一个时间 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 然后你就move on 做其他东西 做幕后也是很分的 我觉得高一这个名字 真的非常好听 然后我想要知道其实 是一个艺名还是你的真名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他们以为高一是艺名 艺术嘛 然后很高的艺术 很古老那种艺名的方式 不是嘞 真名嘞的 其实我的名字是我妈妈 她想不到她取什么名字 我是第一个孩子 对对对 她也不要高一那个一 然后她翻包子看到 诶一哦 同一个一 OK咯 高一 真的是这样子的 多才多一哦 真的 没有 中学的时候才取一个名字 对对对 我的真实叫蔡安琪 安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妈妈觉得很像很乖 因为安琪 叫Angel 我都很可怜的我的名字 你懂以前的人都是男女的话 我妈妈就是要男顺先嘛 但是她生第一台就是女儿 然后第二台又是女儿 所以我的妈妈说 那就取一个婷子 就是婷不要再生女儿了 所以叫安婷 很悲哩 你懂 就是小时候一直哭 然后他们就拜神啊 换了一个名字 妈妈不是 诶 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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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呦 到现在她想要生女儿了 她生不到你 她生了 我觉得我应该是 我妈妈把我取这个名字 挺要女儿的那个孕 没关系 她儿子OK 不想 我要玩爸爸比多 在总学那段时期 很多人就是在读书啊 以学业为重 但是你又要工作 又要兼顾学 会不会朋友那一边是比较少 还是怎样 真的 会的 因为我要读书 我又要拍戏嘛 嗯 所以我拍戏的时间 可能是假期 学校假期的时间 我就不能出去 嗯 他们星期六星期日去卡拉OK 我要去赶我的读书 功课那些东西 你没有去 久而久之就不会去 不会去叫你去 会有更多人想要讲你的坏话 我又很敏感哦 小的时候 我又很在乎人家讲我的东西 我相信的人会越来越少 所以朋友会一直变 直到我十六岁 有两个女孩子 我真是在班上一个人 然后他们 他们来到我 他们讲 哎 高一 为什么你每次一个人的 嗯 然后我就讲 呃 没有啊 他讲 我跟你做朋友啦 然后他们是我的朋友到现在 哎 真的是很难得 没有私心 没有一些心机的朋友 真的很难找 我觉得 因为我们到一个年纪 可能一个小小学 中学朋友 大学啦 也是会有一群朋友 但我们出社会工作的时候 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 哎 其实他不是很适合 他会在背后讲千话 从十个 变五个 然后变两个 甚至有说剩一个 就这样子去筛选不同的朋友 我觉得你讲得很对 其实我们不需要很多朋友 嗯 我觉得我们人生 需要五个 六个 真心是你的朋友 就很过我的 我们每次在Instagram看到 哇 他们一般人 十个女孩子 好朋友一起去嘛 你看起来 为什么我没有 然后 我觉得 我感觉很疼 我觉得 哇 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子 是不是我人格不好 是不是我有问题 在最后的日子 其实他们也是 是普通朋友 真正真心的 也是那几个 就让我跟我接着讲 我们不说不谈 个人是朋友 罢了 就我所知 你之前有拍一个歌仔戏 就是叫做剃头刀 剃头刀 那里面可以看到 你就是画很多很浓的妆 就是这种歌仔戏的妆 然后我也知道 你应该是马来西亚 第一位年轻演员 去扮演这样子的角色 最终你有什么 觉得很不习惯的吗 没有觉得怎样 不习惯的原因 是因为拍戏 你是没有想 你要演怎样的角色 角色需要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拍的过程是有一点点 困难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那个妆 要搭在脸上12个小时 很厚很厚那种妆 我一不会讲福建话 背台词 走台步 怎样去演那些东西 会比较难 所以我们每一个演员 都有花了大概8天的时间 去把所有的东西都念好 怎么走路 怎么手势全部 公司请的老师来教我们 也是有限时间的 一天12个小时而已 然后你录起来 我们录起来回去看 比如说我明天要拍那一场 我就回去看 看了给我走 一直背背背背 背台一直走台步 然后就去演了 但你有没有 stress 到 就是可能 记不了 没有 OK 你拍戏你会以为 很紧张 因为60个人在看你拍戏 对不对 其实不会紧张的 你现在很紧张 没有很多人看着你 没有人 两盏分 你进入了那个状况过后 绝不理外面的人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紧张 对对对 也不会觉得紧张到我忘记 还是什么 然后我想问你有没有受伤 因为很多那种动作啊 有没有 没有 我以前拍了台湾一部电影的时候 我膝盖受伤 我的膝盖软骨盖走位 然后到现在都 这个左脚有点问题 我觉得拍戏还是做什么行业都好 尤其是我们这些做比较 有用到体力的东西 都会受伤的 所以这个很OK 我觉得 爱情人的戏剧 然后后宫里面有非常多的床戏 你OK吗 就是 没有 当我穿下手了 他流口水了 哈哈哈哈 没有 那个不是流口水 那个是熟 那个是狭到 比较就是 亲密的戏 不会裸露啦 亲密的戏 我觉得那电影是需要这样子的 it made sense 然后我就会做 你觉得 kissing things我都做过 所以OK 可是如果你说 没有理由的 忽然间要脱衣服 站在那个床头那边 这样我就不会 你会给你 不是 那真的是剧情 对对 很顺的一个爱情剧 对对 如果是因为剧本 对 需要 而不是因为导演 自己想要这样子 OK的 我觉得是OK的 如果有一个很大的导演 很出名 然后有很强的团队 那么他要你演 类似像是 设计 设计 那个是剧本 这样子的电影 你OK吗 我觉得 应该要问我的男朋友 看你觉得OK吗 其实我觉得 我本身以艺术的眼光来看 OK啊 你OK 你是说 做爱的那个事情吗 我们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你肯不肯把那个东西 放去给所有 有全世界的观众看 那个就是要看我身边的人 他们接受得到 我是以艺术的眼光看 我觉得OK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做 可是我身边朋友 还是我身边的人 我关心的人 他们会觉得不舒服 他们觉得不舒服的话 我就不一直做 都要去参考 别人给的一些意见 尤其是身边对你很重要的人 再加上我们都是 艺术的眼光去看 我是演员 你们是 Creat Content 你想的都是Content 我想的是角色 我没有想其他东西 可是身边关心我的人 他们都会想到这些点 所以去问他们 你是有一位公开的男朋友 是吗 人生第一次公开 人生第一次 以前小的时候 每个人讲 你是演员啊 你不应该跟人家讲 你看 你现在公开的感觉是怎样 因为你是第一次公开 officially 大声的跟人家 我有男朋友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们有1000个 可是我调1600个 可是你有看 调的是男生比较多 我没有去注意 反正我认分 我结婚 可是看人家跟你的原因是什么 对 可能KOL 他们原本本身是走比较性感 或者就是很女性化 那种很女生的 那如果你突然公开 你有个男朋友 或者甚至你要结婚了 我觉得我喜欢一个韩国欧巴 欧巴突然间还要做爸爸了 你会觉得 你有想过要跟他结婚吗 我会 下次我很喜欢吴亦凡 我有想幻想过 我不会的 我不会这样子的 我不会 我就可能就想到 他是人家的了 为什么跟高益算是变手 是原因是在飞机上遇见 那是真的超巧 但是我们 然后呢 我们同一班级 终点 我们才是同一排 然后 我就想 为什么不是高益 他一个人去 XX 我就想 你去XX吗 我去找我的男朋友 我没有这样子 我没有 你怎么说我没有 他就想 我多加气啊 他知道 在这个节目里面 是第一次讲他是XX人 没有人懂的 你懂吗 哦 新加坡有个报纸问我 是不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我就想 我不可以跟你这样 你的男朋友是一个怎样的人 为什么你们会在一起 2016年认识他的 我知道他是谁 因为他是通过 我一个朋友认识的 我朋友喝醉酒 把我们全部加进一个group chat里面 所以我没有聊天 可是是朋友而已 因为我读法律 他也是读法律的 所以有东西聊 一直到去年 我去XX的时候 他在XX的最高法院工作 那个时候 他问我 要不要去看看 我讲 OK了 我就去看看 然后就有开始进一步的联络 因为你有Send我那个list of题目 你问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他 我叫我女朋友 我喜欢你什么 然后就这样 只要我送你几叠花 你就喜欢我 好好念哦 就是真的是送花而已 真的吗 所以你是因为他送花 然后你感动 我觉得他人很真实 我全职 再加上现在的人 缺乏的是真实 他们觉得要吸引一个女孩子 我就要买东西给他 我想要给那个女孩子看 我多么有钱 我多么有能力 我有买车 我有房 我有这个 我有那个 其实我觉得那些不是重点 我啦 其他女孩子我不知道 我找的是真实哦 那个心 我真的是不是喜欢你 我觉得 我感觉到他真的是喜欢我 真的是喜欢我 喜欢我的家人 然后觉得这个人很可靠 就喜欢他 真的 他的外表大概是怎样的 形容一下 大概大概大概 他很聪明 如果比如说你的老公 你觉得他特点是什么 他的外表就不是我的type了 我的男朋友的外表也不是我的type 但是是因为性格 他不是大众觉得好看的 我觉得还应该会有 你不要吵你的老公脸在里面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是大众觉得好看 可是样子是你看久了就OK的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孙年就OK 关灯的吗 最重要是看Ski我 我还没有结婚的咧 我我我我我我我 那你男朋友的优点 是什么呢 会让你就是爱上他 他很聪明 我很欣赏他 很自信 我很安心的咧 有这么你字体这样难看的 哇我会回去念的咧 他会难看就难看 我比你聪明 他会这样子咯 他一点高傲都没有的 他觉得我要努力 我要我要进步 就感觉上他是一个 就是不理氏足眼光 然后他都会专注在做自己的事情 把自己做好的 他跟我完全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他是这样子 所以我喜欢他的点 是这样子 前几年毕业回来嘛 为什么你会选择法律系的 或是电影 对对对 我没有想要读演绎的原因是因为 我爸爸说不用读的 他说你去演多一点 其实我不赞成 我觉得演艺真是要读的 我朋友从艺术学院回来 他们读到的东西不一样的 我们会的是我感觉到的东西 我呈现给观众看 他们是可以有想象力 他们有更多这些 我们平时不懂的东西 有技巧性的东西 其实没有想要读法律的 我想要读牙医的 哦 是哦 真的 没有很多人不知道 我想要读牙医 我已经准备好读了A-levels 要读牙医的 所以我爸爸的朋友是一个dentist 我就在他的dental clinic 做了三个月 我看到血我受不了 我会有血 这样子真的 你平时擦伤 一点点 ok了 你试一下你割 然后那个血子 那个东西是开 然后血子 就一直出来 我问他 有这种味道的 然后我就回家哭 然后我跟他讲 爸 我不可以怎么办 我的人生没有掉 他讲 ok 我给你选 医生 牙医 牙医没有咯 architect engineer accountant 选一个 我也不想数学 我就 哦 医生我又不行 然后我就 Law 然后他讲 ok了 你去读了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读试看 诶 ok 我 因为是背 很多背 然后我背剧榜很快的 就读 这样你回来过后 你有想过 如果不当艺人 你会想到 瑞士 如果我的演艺生活下山 然后我就会跑回去做 Law 可是我喜欢的东西是演 哦 我喜欢那种 当你在那个zone里面的时候 你看不到身边的人的 你跟他演而已 然后你的energy跟他的energy这样子 全世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享受那种感觉 就是你自己营造的一个 有个气氛 有没有感觉到有时你拍MV啊 还是什么 你拍到很high很爽 你已经注意不到旁边的人 也没有管camera在哪里 你就做你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东西 谁都可以演戏的 刚才就是说 你想要分享就是 酷的技巧 就是一分钟哭嘛 尤其是我们亚洲戏啊 他们的definition of 会演戏就是会哭 其实不是真的 可是当你会哭的话 因为演戏有很多技巧 比如说你身体的肢体语言 它是你讲对白的方式 可是当你要证明给人家看 你可以演 哭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亚洲戏每次都要哭的嘛 对不对 哭吧 赶紧嘛 那种子的话那个奶子一定好 不要 哭嘞 要快嘛 因为全世界在等你嘛 productions 全世界在等你 他们通常会跟你讲 想你爸爸死妈妈死 不能的 doesn't work for me 所以我是用有时如果真的哭不出 剧本又我看了没有感觉 这样子 我就用技巧哦 它有几个方式 有三种方式 一是你拿蜂油 他们也有的卖的 它一支好像lipstick这样子的样子的 它拿一点点cutton bud 它就开你的眼头 你滴在那个眼头里面 不是很辣 辣哦 所以你睁大眼睛 你就给它咕咕咕咕咕咕咕 你就眼泪就可以流下来 好痛 那个是你的眼眶会红 可是这样子会不会伤到眼睛 不会的 它不是蜂油 它是蜂油类型的一个东西 哦 ok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看过很多演员也是这样子做 他们就去喊 还是他们去放手指进喉咙里面 你就给它呃就叩咕咕咕咕咕咈 哪里 当你已经感到眼淚了 很容易会流下来 第三种方式是我自己感到的啦 然后我的朋友 韩国一个演员 他也是同意 他的老师也是以前教他们这样子哭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之下用三个方式 如果你要哭到霹雳发拉这样子去 不能啦 那个是靠 真的是靠里面的感情哭的 可是你要出的第一个眼泪 是可以有技巧的 你对着灯还是看那个地方 然后你眼睛睁大 你不要眨眼 一分钟 可是那一分钟里面 你在想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这样辛苦 为什么要逼眼泪出来 然后你就用那个眼泪 来引导那个情绪出来 然后他要落泪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情绪带出来 然后那个泪会一直梗着流下来 你试就好了 我眼睛不能 好 没有 一分钟 一分钟啊 我们省时间 你真的要把这个拍下来 真的 我不可以 我扎你了 痛 很痛啊 很干啊 真的很开心啊 可是我要给那个眼泪掉下来而已 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哭 很厉害的哦 因为我现在没有剧本 我一点都不伤心 可是有时镜头要看到眼泪 所以你就用那眼泪来引导那个情绪哦 就有一场哭戏要拍几个take 几个镜头的时候 有时 就是你第一场戏的时候你可以哭 然后你第四场戏已经 哭不出来怎么办 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这样子的方式哦 刚才几秒啊 没有啦 一分钟啊 少过一分钟 所以还剩下20多 那么你在两年前毕业回来嘛 多多少少一定是会对你的演艺 就是有一点稍微的影响吧 当时候已经开始流行起 社交媒体这件事情了 那么很多人就把网红归类为艺人了 你是如何看待 很敏感的 很敏感的 对对 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些人说可能所谓的KOL是演艺圈的路线者 嗯 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些名称这些什么都是演员啊 艺人啊 网红啊 明星啊 我觉得这个是名称 to define一群为艺术 因为观众的笑容 因为观众的喜好 因为观众而做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你的意思是很多人讲 哦 艺人是真正的明星 网红不是真正的明星 我们做的东西是 我们的ideas 我们要放出来给人家看 不管是大萤幕还是小萤幕还是什么 也是这样子呈现给人家看 你也是这样子啊 是creative 是art 所以从来没有把它归类成 这个是艺人 这个是明星 这是真正的明星 我觉得我们是有这种category的原因 是因为广告上 他们要出钱的时候 我会得罪很多广告商 网红很红吗 招号力很多吗 哦 因为你不是真正的明星 我给你少一点的钱 艺人的话 比如说演员的话 哦 因为你的招号力没有这样大 我不要给你这样多钱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主要的sauce 所以我要把它categorize成这样子 对我来讲 我不管你是怎样网红艺人 网红演员 我们都是娱乐观众的 对对 一群人这样子 不管你是演员还是你是网红 你都有招号力的 这个问题有一点点的尖锐啦 就是很多马来西亚的艺人 都转向去做YouTube 叫social media 对对对对 对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 我觉得OK啊 我觉得 Will Smith阿 The Rock, John Krasinski 他们很多都跑去做YouTube 并不是因为网红比较好还是什么 只是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没有看大荧幕 很少看TV 都是看YouTube 都是看社交媒体 因为我们的步骤越来越快 我没有时间坐下来看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 我要看快的东西 所以他们都会转去网络的那一局 如果你有时间,你有精力,你有钱 你要去投入这一块,这样你去做 因为当你制作自己的视频的时候 会让大家认识到更真实的自己 因为毕竟是有第三者介入 就是广告商还是经纪人 还是一些公司的限制不能说的话 就好像会把你塑造成别的角色 当你有自己的平台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舒适的做自己分享 自己真正的样貌生活 还有自己爱做的事情 就好像我蛮喜欢看杨诚女的Vlog 那他一直以来都被大家鬼类为成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被照顾很安静 然后很玉女的形象 这样的确他本身的性格就真的是很类似的 但是还有一些面我们是不知道的 像当我看到Vlog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他的人 原来是这样子 现在的游戏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好像王菲啊 我是抓摸不到他的 他是很遥远的一个神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 现在都是观众看你嘛 如果观众不认识你 为什么他们还要看你 现在每个人的心态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把电话放在手上 我们把视频放在面前 感觉已经很清静了 如果我还觉得有一个隔离 为什么我要更了解你 对对对 到我们最后一题也是很爽的一个问题 每一集都会最后问嘉宾的问题 多少周知呢 你跟Joey啊 Pauline啊 Emily啊 是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啊 有after这一集应该不是朋友啊 OK 那我相信你们也玩得很开啦 OK就开玩笑 罢了就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那在你的身边的好朋友就是一个 Q-Set-Married 你会分配是哪一个 怎样分 他们三个里面 哪一个我会kill 哪一个我会have sex with 哪一个我会结婚 哪一个我会结婚 对 Pauline Joey Emily 等一下啊 Disclaim啊 Joey、Pauline、Emily 如果你们在看的话 我很爱你们 这个是他们 叫我回答 生气生气他们 OK marriage先啊 好的先 我觉得我会marry Joey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 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如果我们结婚的话 我们的厅堂全部她会 规划好好 规划好好 她会arrange好好 我们的生活 你有没有看到她的家 她家还没有 她自己不知自己做 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 跟她在一起 应该会很舒服 然后她又赚大钱啦 哇 可以养你啊 可以养我啦 Sex咧 因为我觉得Pauline很高 然后Emily跟我差不多同海嘛 比较容易rich Pauline很高 我kiss打完很辛苦 所以应该是Emily咯 Emily 然后Q 就剩下Pauline了咯 因为Pauline的原因是因为我很爱她 然后我知道她心里很好 如果有一天我们俩杀了她的话啦 不会恨你 不会恨我 不会做鬼来追我 做神仙 然后做到很开心 然后还要祝我好运 她要祝你好运 你杀了她 她要祝你好运 因为她人很好 因为她很帅 我没有看过Pauline生气人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跟她拍戏 开唱吧 吃过小妹 嗯 两个月半 她没有生气过人的 人家慢啊 还是人家迟到啊 还是set out很慢 嗯 啊 没关系啊 就是这样 真的 我没办法生气人的 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的话她不会生气我 非常很开心 就是可以跟她这样子聊天 然后更深入的了解到 她内心的想法 这样子的 然后同时学到怎样哭 对 重点 试一下 如果你们觉得work的话 你们留留言 在下面留言 一分钟 不要眨眼睛 那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还有分享 还有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每周二都会上载新影片的 好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